好,大家好,咱们今天讲完一种结构 就是多横差数,头高脖子短 这是我首创的 那么我们具体来看一下有哪些字 如果之类规律你掌握好的话 很多字很好写 我相信这个视频肯定是一个热播的视频 那咱们还从第一次来说 比如我们写这个四面的四 横写低,竖起高,过了横写短 然后这个横写长 我说多横,差数,头高,脖子短 这脖子就是两横之间认为是脖子,它短 横上面是头,它要高 为什么是这样呢 咱们再先写几个字再说 比如说我们写古代的古 这长横写低 看竖起高,过了横,脖子短 那再比如说 我们写一个皮球的皮 横高,看竖起高 过了横写短 再加上一个右 这个道理就是 两个横之间脖子短 就让这个横和下方之间连接比较紧凑 这个上方头高 这个竖划它向上展 它一上展 好,横和这个口 它就是中弓收集 那么这个皮也这样 你这个竖起高了 头高了 两个横脖子短了 那么这个横勾和下边右 它也就比较紧凑了 那么多横插竖 头高脖子短 这个头和脖子都是指竖划 所以这点道理呢 大家要明白 明白了道理 好,咱们看 有哪写字 比如说我们写日出的初 好,再写中间一竖起高 过了横写短 如果你觉得我讲得非常好 点一下赞 好,我们再写个黄色的黄 所以为了头高 那么这横写第一 这竖起高 过了横脖子短 竖写短 比如说我们写黄色的黄 你看 下边这横与它比较近 显接紧凑 好,这有多少个呢 有24个 所以大家要耐心的看 看怎么去用 比如说我们写未来的位 横写低 看这个横 两个横之间距离小 竖起高 走 所以道理咱们一定要明白 两横之间脖子短 就是收 这个头高向上展 使这部分笔画 收集 这笔说我们写老 横写低 竖起高 好,再来一个屁画 看也是这样的道理 对吧 那么下面我们再看一个 这个围 这个横写低 横一横 比较紧凑 这都是脖子短 好 竖起高 那么我们再写个来去的去 横写低 横写低 目的让头 这个上面的竖起高 过了横 写短 好 这个横拉长 这横 横 踢 大致等距 好 我们再看 重 所以这个口 它写的扁宽 横短 这横长 竖短 大家看 起高 看也是这样的道理 再比如说 我们写个走路的走 横写低 竖起高 过了横 脖子短 好 还有很多 大家耐心的看 感觉非常好 给我点赞 咱们写个杜甫的服务 这长横 所以说 这两个横之间 它要短 上面的竖起高 再加个点 再比如说 我们写个例数的例 看 就多个横 横多 它要紧凑 竖起高 再比如说 我们写个最简单词 中国的中 口要写扁 竖起高 所以两个横之间的 这段竖 它是短的 再比如说 我们写朝代朝 看一下 横写低 看这起高 短 所以一个好的结构 我们可以记住 可以写好很多的字 比如我们写朝 所以两个横距离小 左边的短一些 右边起高一些 再比如说 我们写青字头 横 横距离小 看起高 脖子短 比如说 我们写吉祥的吉 看 这个横写低 竖起高 头高 脖子短 看 一句好的口句 一下 就把这类字 写得非常清楚 所以我们 很多人写字 都出现这问题 好 比如我们写一个 孵 两个横 写紧 你看 这是一个竖弯撇 过来 所以起比较高 再比如说 我们写一个 书写的书 横折 横长 竖短 那么下面的书 起高 写长 再比如说 我们写这个 专心的专 看这横 两个横之间 距离小 脖子短 起高 走 那么我们 如果写这个 春字头 也这样 横写低 三个横 紧凑 这个起高 走 咱们就举这个 二十二个字 另外两字 咱们不举了 好 通过这样讲解 我相信大家 肯定学到一个 很好的东西 请不吝点赞